那董事長,他其實我們這邊都還有看到他的後人 就是說他捐出來那個賴氏家族的後人 他還這個說這一段以前每年都要來這邊掃墓 然後上去擺墓子 不過政府後來走了回收公墓後就移走了 那說要做成補基堡的 不過到現在還是完全沒有回復 那這個是在三年前做的一個給我們的回復 那我們旅上也是一直有這種認為 就是說早期在民國86年的時候 這邊的房子在建西的大樓 可是這個墓地就要遷移 當然有他的一個歷史的不確定的時間 還有急迫險 那可是如果要保留在那邊的一個歷史建物 照理講他文化局他應該是要做一個修繕圍管的責任 可是事實上一直都沒有 那我們也跟李慶元議員辦過會堪也在等 那也跟這邊我也要感謝開劇 開劇工程他們最近在這幾次的會堪上 給我們很多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 因宅的歷史建物 在我們一般大概都是用山河院 或是古宅的這種建物 但是這個是一個黑茶文化 沖繩文化時候留下一個很特別的 賴斯家族的一個墓 那現在這個墓在我們那邊 其實既然要保存下來的話 是否就是應該做一些修繕規復 不要讓他又不能靠近 結果只做了一個樓梯 只做了一個指示牌 告示牌 就是說上面是1940也見到現在 那裡面的內容大概敘述了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這一次公園處 開劇工程 那副市長這邊能夠 還有各位學者能夠支持的話 希望讓他能夠成為一個明亮的 然後一個介紹跟地方有淵源的 還有就是早期大道城這些的副商 或是說事實上 他們來這邊來做一個家族墓的一個淵源的一個介紹 那還是很謝謝各位學者的支持幫忙 謝謝 好 謝謝 這個進度跟那個要說到 那個理長的報告說明一下 其實那個不是文化群不修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卡第八條 是由資產的所有人管理人 要編列預算修復 文化局是主管機關 那可以依據文治法二十八條 如果管理人所有人不修的時候 才代為修復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今天就是文化局用主管機關的立場 然後要求那個管理機關 來做這樣的計畫 其實以木的計畫來講 這次這個計畫可以說做的滿完整 而且甚至連導覽規劃都在裡面 所以其實公園是滿認真的 那也跟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很多墓地在台北市 包括上次那個陳薇早 都是私人後來在土地的轉移中間 不管是麻煩或徵收入土地 變成公有機關 所以像這個還是空的 那有一些墓後來就變成是公家人 當然也在處理上 有很多正反不同的意見 那文化局也盡量能協調 那能夠成為文化資產身分的 都會要求後來的土地權值機關 大部分都在公園族裡面 主要負責維護管理修善 也是幫那個家族的前人 來做一個墓園管理跟掃工 這個也要跟大家做報告 其實不是沒有 但先做這樣的說明 今天如果通過的話 會不會有配合 照文化的前方的修律再提 希望行程大概多久 我們副長報告一下 按照我們的旗程 因為現在這個案子 還有相關的營運計畫 或是後續的整體 那個關營回路計畫的一個 那工程的話 原則常會在明年才會發報施作 所以明年底會完成這項工程 明年底 是 所以這個已經是大地處在裡面 是 叫這個大地處跟這個開局能夠協助 還有我們還會討論完以後 把這些大開的進度 這些工程這邊不分 也不可以立場 那將來立場也可以照這個 乾脆服務性服務 來做一些進步的通話 謝謝 好 來 我們回到這個案子看看 客戶委員有沒有指教的地方 這區公司這個報告書 在100月裡面 第七章等到在任務計畫裡面的實行方式 重點重來就整理委員會 但是因為這個 這一個幕葬這個設施 四三月那一家有1000種 那你們在執行這個計畫的過程 那個那一家對於這一個委員會的參與 或者是對這個未來的作法 因為在報告書裡面看不太出來 雖然他們已經 兩近六已經牽走 但是總是他們的家族留下的 這個方面是不是開局稍微兇猟 或者是留意正好 謝謝 好 謝謝 剛剛委員還沒有指教 好 這個參與的部分要不要回應 是 先入委的指教 因為當初我們在做這個調查的時候 其實跟中國科大的那個 相關的一個歷史系來就相關的合作 那當初在我們調查的時候 針對後人的一個訪談 還有地方這個 相關人士的一個拜會 都非常的充分 那因此當初我們提出 這個委員會的一個需求的部分 當然希望說有該死的後人 來做相關的一個主導 那我們也會配合說 名帳 或是相關的一個地方的一個 文史工作者的部分來 就是說我們建議 以這樣的方式的話 他會比較合場合就 但是實際的主導的管理行為 當然還是希望共同出來做相關的夥伴 謝謝 好 其他問題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抓完工作 那剛才講的那些 那些進度的這些繁工資料 送給他們的一個提供 未來如果說 還有這些相關的 會不會有做的 這些家屬的這些參與 的意見 還是辦法做的 好 好 我們剛剛就招牌通過 其他有沒有 有限的 好 感谢观看